10月是我们注重关系与协作 压力突出 寻求改变的一个月 10月上旬我们会遇到日行土明的格局 会带来一些人际合作方面的问题 社会上很多关系可能因为限制而无法展开 中旬左右我们遇到白羊座满月 是矛盾冲突的高峰期 人们很容易从某段关系里看到自己的伤口 感觉自己不被理解 陷入一些悲观的想法 10月中下旬 我们可能迎来一些改变 尤其在财务领域 很多人可能有新的进展 整个月的感情生活都非常隐秘而热情 月尾更是会迎来一波弹琴摔的好时机 处理作 工作上有很多奇思妙想 注重沟通和深入思考 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旅游 跑动出差出行也不错 感情上可能感觉沟通很困难 有很多现实问题难以找到解决方案 沟通不畅导致一些人际关系的疏远和感情的冷却 需要避免闪躲逃避 或是极端的言辞考验关系 天前上主要先是集中在财务领域 你可能会思考自己的收益情况 赚钱资务 这是一个很好的反思时间 但是你可能有一些金钱上的冲突 困扰 比如为自己开销 吃货玩乐消费等等 继续上你可能出现某些价值观的重新考量 你的思维比较活跃 学习状态不稳定 可能会有一些想法改变 或者得到某个意外的消息 单观刷新